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4日 已經踏入星期五 我們 其實一直都在 倫敦這邊跟這邊的朋友開會 商討一下成立一個 港人的互助社 這邊其實 一直都在密切 一些 不同範疇的朋友來幫忙 網站我們也正在靠近 相信很快就可以推出 幫大家 了解多些醫便的情況 還有我們 也會有專人 幫大家手 因為有很多問題 例如就業 住屋 想租地方先 買地方 又或者 教育 醫療 其實也是比較貼身 應該是需要 專人去負責 跟他談才行 不然你就問 哪個學校好啊 視乎你 給得起多少錢 哈羅一定是好的 問題不是每個人給得起錢 你住的地方 倫敦當然是最好的 問題就是倫敦那麼貴 有些可能覺得 我又不需要住到那麼旺的地方 我可以住遠一點 所以 基本上是要度身訂做的 每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這邊希望會有更加多的朋友來幫忙 慢慢形成一個團隊 可以提供多一些 這邊的資訊 不同地方的 關於英國的資訊 另外我們會覺得 這邊其實很多時候 這邊的人 坦白說相對是比較 懶一點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印度人 中東人 他們做得不錯 而且他們 靈活度高很多 例如那些炸雞店 我們去光顧中東人的炸雞店 基本上晚上12點 1點 2點 都還可以買到 他們很勤力做生意的 落單之後 率先復工的也是他們 因為他們那個 比較拼命一點 勤力一點 所以我們最近租了那麼多 B&B來住 有很多類似中東 南亞 那些業主 相對於他們是 進取很多的 在做事 各方面的態度 做生意 這件事是跟香港人相似的 香港人很拼命 所以我們認為 香港人 如果一旦過來這邊 英國 其實是會 做得很好的肯定 因為香港人有勤力 熬得 而且 腦筋靈活 這件事 白人其實真的是 可能他們那個生活 覺得那個 炭慣 一直都是 享受型的生活 不想那麼勤力 這件事我們中國 來自香港的人 中國人在這邊 很多內地人 其實他們也是很拼命的 甚至 搶奪了 以往唐餐館 全部由大陸人控制 由中國人控制 尤其是福建人 就算是格拉斯哥 蘇格蘭那邊 也是被福建人 壟斷了 我認為香港人其實 不會輸涉過他們很多 所以 我們 香港人來這邊 可以慢慢建立到自己的經濟圈 也可以做得 很出色 所以 我們的合作社 接下來會慢慢慢慢 加強 生意各方面的 幫助大家配套 或者幫助大家 發掘一些生意 商機 現在我們周圍在看 有甚麼投資項目可以讓我們 去投資 幫助香港人 接下來會跟大家 再宣布的 現在暫時也是 在考察階段 我們今天要說回一段新聞 這是 屬於澳洲那邊的專家的一個報告出了 說 中國 部署了大量的武裝漁船 對於包括澳洲在內的多個亞洲國家構成安全威脅 例如是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 文萊 新加坡 這幾個國家其實是跟中國有南海主權的爭議 尤其是中國 將這個南海九段線劃到 文萊的門口 文萊一走出海灘就是中國的領土了 這件事對於 南海小國 絕對是一個 很大的威脅 連澳洲 遠到這樣 他也覺得受到威脅 何況你那些 越南 柬埔 越南 這些小國 更加 威脅更加嚴重 好了 這個是 澳洲那邊的一個專家 任教於 船濱科技大學的地緣政治風險專家 湯馬斯 在 澳洲人報發表評論文章 標題是中國扶植 漁民 海上僱傭兵的原因 湯馬斯指出 活躍於東海和南海的大量中國武裝漁船 是有利中國在爭取區域擴張時 在公海發動大規模游擊海戰 他認為 這個已經是威脅很多國家的中國獨戰頭 湯馬斯強調 以海南省為基地的中國海上民兵 是由中國政府扶植的武裝化漁船隊伍 而這班所謂的漁民 基本上是掛羊頭賣狗肉 表面上就是漁民其實是接受 人民解放軍海軍訓練的 其實共產黨的思維一直都沒有改變 他們打算用城市 用農村包圍城市 用這些漁民去包圍 軍艦 又或者 用漁民作為掩飾 其實目的就是想偷襲 偷襲一些沒有防備的軍隊 湯馬斯提到 中國部署的漁船 目的是要挑戰 向任何挑戰中國南海主權的勢力展開攻擊 在兩個星期之前 日本稱為尖角豬島的釣魚台列墜 就受到多艘中國漁船滋擾 湯馬斯指出 中國的武裝漁船換藥範圍 甚至超出東海和南海 一個月之前 新聞有報告 但我們沒有做節目 有超過340艘中國拖網漁船 集結在厄瓜多爾的水域 在那裏捉鯊魚 現在的中國武裝漁船 其實有些像古代的團田製 古代中國的打仗 兵其實平時是耕田的 即是所謂的團田 團是一個地方耕田 到了要打仗的時候 他們會做軍人出來打仗 武裝打的時候就耕田 這些武裝漁船 基本上是類似團田製 不過在海上 有 有仗要打 或者國家有任務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是中國的軍人 武裝打 沒任務的時候 他們就是中國的漁民 所以 中國的漁民現在變變 演變成為 這個 中共 其中一隻爪牙 例如在東海 黃海 騷擾那些不同的地方 最近 由於這樣的原因 所以他有10艘 武裝漁船被北韓 炸毀了 死了3個 中共也不敢出聲 因為那些不是漁民來的 那些是軍人來的 好了 之後 即使是這樣 尚未傳出有中國武裝漁船入侵澳洲海域 湯瑪士警告 澳洲雖然有成功 倒截人蛇船隻的經驗 但是面對共產黨操縱的武裝船隊活躍海 澳洲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湯瑪士引述美軍 美國海軍退役將領 叫做史塔伏瑞迪斯 2017年發表的文章指出 中國政府直接以軍事力量搶奪全世界的海洋資源 湯瑪士引述印尼前海洋漁業部長蘇西的評價 指中國的行徑是跨國有組織犯罪 湯瑪士提醒澳洲政府 斥資澳幣2700億元投入未來10年的戰備升級 顯示澳洲政府已經意識到未來國安風險的嚴重程度 澳洲也有很大的手筆 十年拆投入了2700億 澳元 較早前 澳洲是以常規武裝為主的防衛資源 面對低成本 而且可以靈活動員的武裝漁船 澳洲是不容易招架的 當然這件事 老實說 他是有心人裝你無心人 照計就是防不升防 當然 如果他們的武裝漁船一旦發動攻擊的時候 正規軍艦當然是很容易將他們擊落 始終他們漁船上面的武器 始終是比較簡陋 湯瑪士相信 即使澳洲試著要反制 中國必然會宣稱那些只是漁船 導致軍方在採取行動的時候會有所顧慮 這件事 其實就是 野蠻人 就是裝你聞名人 湯瑪士還提醒 中國也會搶奪巴布阿辛基內亞和所羅門群島等戰略性據點 並且在當地重兵報仇 湯瑪士警告 中國共產黨的攻勢是全方位的 在學術 媒體 推動重大機嫌計劃 農業 漁業網絡數據 天然資源 智慧財產權 即是知識產權 甚至病毒等都有可能成為中國發動攻擊的工具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 軍民之間完全沒有界線 這是真的 因為他們從來都是提倡軍民一家人 從雕一塊石頭 到數億元打造的戰備 都可以用 利用的工具 湯瑪士結論就是 要是忽略中國武裝漁船的問題 將會構成 整個區域的重大 安全隱患 老實說 對於這個 評論 我們覺得他 在澳洲來說 他們提醒澳洲是應該的 但是 主要就是由於 中共是專門欺負文明人 你跟他說文明 他就跟你說野蠻 所以 他遇到 麻煩就是遇到跟他一樣是野蠻人的人 就是北韓 當北韓一看到中國的炮艇 這些漁船 當你炮艇 他不理會 就擊沉 開炮擊沉 用軍艦擊沉 甚至乎將他趕盡殺 這種方法 有時候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因為中共 最厲害就是隱藏在這些 漁民或是平民 或是扮成平民 去發動攻擊 這個 也是跟 部分那些叫做伊拉克的 恐怖分子 喬莊成為婦孺 對美國人發動攻擊 那個效果是相同的 所以 最好的方法 第一 一看到他們有 不妥就立即開炮槍擊落 不然 最後受傷的 只有這些文明軍隊 所以 這個我們 希望借著這個新聞 警告其他的 例如 印尼 因為印尼 其實跟巴布亞新基內亞 是黏住的 一隻好像鴕鳥那樣的那個島 一半就是 印尼一半就是巴布亞新基內亞 以往是聯合國托管 後來就獨立了 所以 他們是絕對要小心 因為這個國家 是新獨立的國家 中共是特別 出重金收賣的 當然 這個有大量的資源 他們是看中他們的國家資源 所以我們也要提醒這些小國是要慎防中共 對他們 然後他們會 伸出這個魔爪 這一節我們說到這裡 拜拜